現在不同大行都在談投資策略 大家就等著意識結果 短線未必能做到很多事情 但如果看長遠一點 你的策略部署譬如美股、A股或者港股 明年大概的分佈 你大概的邏輯是怎樣去做這個判斷呢? 我想A股我就小炒了 所以我想我還是買一些ETF 相對來說就當一個被動投資 你說港股和美股的暫時 我都會在美股那邊應該會多一些 因為始終港股這邊 你問我我短炒來計算 都比較難炒 要炒的股份似乎是越來越窄 經常都說的 變成你說科網股 我就會買美股多過買港股 因為始終美股那邊的聲勢 或者炒作的動力就比香港為強 當然你說加息了 美股不行了就會倒閉了 這個都說了很久了 所以這是真的 現在入場經常都說 有一個叫做轉身要快的一個動作 因為現在你先入場炒美股 就不是強硬的時間了 別人強硬了很多年了 你說去年開始都強硬了很久了 變成現在就短炒為主 但是似乎炒味來講 都是美股那邊好過港股這邊 不過也要觀察今晚的意識結果 以及收水步伐 以及鮑威瑜的口風 所以可能下個星期見到你 再問你的策略 可能就再具體一點 要動態一點 整件事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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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